我带小秋来取一下物流 自从我们家劳股东洗衣机坏了之后 小秋给妈妈两三个月的时间都是用手洗 我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所以我就在网上买了一台全自动洗衣机 今天刚好到了 刚才来的路上宝宝都睡着了 可能是这个车子太好睡觉了 在妈妈的怀里就有安全感 不知道是在哪一家 我们还要去线找 那么大个洗衣机都能自己扛出来 重不重 重到是不重 就是它太大了 不好逃 不要把我洗衣机搞坏了 你会坏 你要让它睡一下吧 这样子等一下我们骑车的时候 它倒轻一点 没事我慢慢的放 慢慢放 这样子 就回家 等一下下大雨了 拉洗衣机回家的路上小秋就叫我停车 他问我路边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红旗 老哥 啊 是什么日子能插那么多红旗呢 这些啊 这些是为了国庆节提前准备的 哦这样子啊 看起来好有气质哦 它是为了庆祝 中国成立73周年的纪念日马 这样子啊 你看这一路全部都是这一排 不管是这边后面全部都是 你看漂亮不漂亮啊 这样子看起来 好看 好 儿子这是你的国家呢 看到没有好有气质啊 现在你也是中国媳妇了 以后你要多了解这些文化 好 那我们回家吧 走 回家进来 五星红旗随风飘扬 我们身在国旗下 虽然只是一个小老百姓 但是我感觉到很骄傲很自豪 中午的时候都没有喂猪 老婆我先喂一下猪啊 他中午没吃饭 五个海里去你都没有喂吗 啊 然后我喂好猪 再来拆这个洗衣机哈 行 可以打开了 看一下里面那个洗衣机到辣 这个是11公斤的 11公斤 哎 你再打开看呢 有没有11公斤 有绝对有 宝宝快过来 他不管 刚好我们来到家才叫雨哦 是啊 运气还不错 运气真好 不用搁着你吧 不用吗 不用搁着 直接抬出来 抬出来我怎么抬啊 像我这种高色子的 我来抬 好漂亮啊 这个这个箱子要留着 因为我们要试一下他看好不好用 说好用的话可不可以 哈哈 我等一下 来着你啊 他说要到这里来啦 哎呦好乖哦 哦 他也要到那里去 没有好可爱 抬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灰色的11公斤 这个可以放在你啊 就是用完之后可以把它放完就放在这里吗 这个就是水管进去的吗 那个水吗 那么小水进得去吗 可以啊 这些先不要撕啊 这个就是放在下面的哪里啊 哦 这些这个后面吗哦 这里啊啊看到没有哈哈哈啊就这样子啊 想好哦 还有这些 呃这个是什么 这个应该他是用放这些预防他被打上了 这个就是入水口 那个管子 就差一个里对吧 你害怕下雨啊 哈哈 他每次下雨都哭哎 这个给你玩你先拿着玩 你看啊 啊就是这些而已很简单 这个可能这个是说明书吧 啊对 老婆你看这个洗衣机 嗯 还可以吧 可以 那这么大应该也够了哈 够了就我们那几个衣服要没洗什么 嗯 在我们这边没有一个洗衣机的话到冬天 也是不舒服的 手太冰了 很冷 冷 嗯有这个方便一点 不过这个跟你前那个不一样哎 我我不会用啊 嗯 我去拿电 过来我教你试用一下 明天有时间吗 现在都天黑了还用 那明天我把它安装好的时候 我再教你